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 来点名 大家记不记得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谈的 我说十月台子在今天结算 十一月它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你要怎么去布局 那今天呢 昨天晚上 道琼大长啊 大盆开百几柱 你今天是去偏空 还是偏多操作 你赚的钱没有 结算日你要怎么算 十一月你要怎么布局 我今天当冲了两趟 这是第一趟 第一笔八点五十 九点四十五平仓 赚四十八点 这是第二笔 拉上去了再空一次 十一点二十一平仓 三十点 两趟多少 就是这两趟 换空回补 换空回补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在今天 偏多操作 因为道琼大涨嘛 NASDA也大涨对不对 涨得吓死人 去五百几点嘛 韩国股市也开高啊 那如果一早上你是偏多操作的话呢 很显然的 你这一个月都没有看我的节目嘛 在十月在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 在十月初大盘还没有中错的时候 我就这个标题就写得很清楚嘛 为什么这样写 这个标题不能改哦 这个有录影存证的嘛 这改要负法律责任的 为什么十月台子我偏空操作 因为这一个月我一直谈 因为法人在九月底十月初 他在选择权的部分 他一路的买进卖权 他是偏空操作 你跟着我做啊 你不止这里往下跌 这跌一千多点 你不会赔 你还会赚 那今天呢 今天台子期结算嘛 那因为他十月台子 他是偏空对不对 所以他要怎么样 他要怎么样做 因为他偏空操作 所以他一定要压低嘛 压低他人结算 获利结算对不对 那今天尾盘结算了嘛 所以开高 因为刚刚好碰到今天 道琼大展嘛 开高他应该就是空点嘛 因为法人偏空 这里赚了一趟48点 这里赚了一趟30点 这叫当冲嘛 今日事 今日必累累 晚上睡好觉嘛 那你也不要去管明天 到底中美谈判怎么样 国际上又出现了什么事 我们今天来回就这两趟 没有第三趟也没有第四趟 会员都在看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这不能随便乱讲的嘛 一口单78点 1点200块 你又赚15600 我都讲一口 我讲得很保守 如果你十口的话呢 就是五万嘛 今日是今日币 睡好觉 今天晚上道琼涨跌 跟你没有关系嘛 是不是很容易 但是呢 风险也很大 我也是必须要提醒大家 台子旗操作风险相当的高 想要赚钱 你就要努力嘛 你要去了解法人的筹码 对不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这是昨天嘛 我说台子旗结算 你要怎么做 这今天 大盘开高 开一百四五点嘛 尾盘呢 倒跌两点嘛 这上下一百多点啦 那因为道琼大涨五百多点 那是大涨两百多点 你什么时候看到 涨这么多的 所以投资人很轻易的 就会去追价嘛 那追价以后呢 它是往下掉 今天是说 小跌一点嘛 所以今天很多投资人 今天盘中应该是做多的嘛 全部卡死啦 所以我说今天 我为什么写今天是一个经典的范例 因为今天台子旗结算嘛 那因为之前十月台子在九月底十月初 我一直强调的是什么 法人布空单嘛 那布空单今天结算 所以要压到尾盘 所以你不了解 我常说呢 如果你不了解选择权 不了解期货 你可只看大盘在操作 你也不一定抓得到转折 所以你找老师呢 你要找有双证照的 比较安全 那十一月台子呢 十一月台子新仓对不对 我们是偏多操作 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是昨天 那我昨天有拿这张图对不对 大家印象很深 这十月十六嘛 我说呢 昨天压力比较高 支撑就在这里嘛 还是偏多对不对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我一直跟他谈到呢 你每一天期货选择权 你要做功课嘛 你要了解筹码的多空对不对 到昨天为止 外资自营商法人 偏空操作嘛 那整个大盘 整个指数的变数在哪里 台子旗啊 你不可能百分之百是 一定赚钱 百分之百正确嘛 它一定有变数 它的变数就在于 今天晚上道琼 NASDA是涨或跌 它现在来咯 我们来看咯 我教你怎么操作 我这边不是讲吗 它压力比较高 它是偏多 但是因为什么样 因为道琼 NASDA大涨嘛 所以今天怎么样 压力往上提升 但是开高 你还是一样要卖嘛 开高一百多点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开这边 开这边 8点 8点 换空第一笔嘛 我给你讲 全部成交 全部成交 那因为呢 还有比这个更高的位置 这8点5点嘛 最后110114对不对 所以 一定成交嘛 第一趟的第二笔 回补对不对 这样是赚48点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回补嘛 这当时 这9点45嘛 对不对 然后它再反弹 一样再碰一次嘛 10点02分 也一定成交嘛 因为有比这个更高的 接下来在这里 回补嘛 这样是不是30点 也一定成交 因为还有更低的嘛 那这里30点 这里48点 3048 今天是不是78点 1点200块嘛 每一口单 最小的单位 一口单 今天做两趟 是不是赚15600 今日是金日币 对不对 我今天就是做这两趟 没有第三趟 也没有第四趟 两趟都赚钱 78点 今天晚上 到底稻穷涨跌 有什么关系 我们就结束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谈到 台子当冲 在目前来讲 你可以睡好觉 如果操作不顺利了 如果你不了解法人的筹码 你在这里操作方向 操作方向错了 你今天可能不是赚到78点 你可能赔了78点 甚至于赔了100多点 把电话拨通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一下 可以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278109090-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定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现场 第一段跟大家谈 我们今天台子棋当冲两趟 赚了78点 每一口单最基本的单位 你就可以赚到15600 保证金83300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今日事 今日币 今天晚上倒穷涨跌 跟你无关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台子棋是一个高风险的 你不了解 不要随便去尝试 风险利润 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 你要够内行 你要了解法人的筹码 法人是偏多还是偏空 你要看得懂 你看不懂 你的操作方向错误 就好像十月台子 十月台子从九月下旬 到今天 结算嘛 那为什么偏空 因为九月底十月初 我想你如果康熙看我节目 我一直谈到外资在做什么 他们一直在做买进卖权的动作 完全是偏空操作嘛 这四个象限 对不对 这张图我讲了很多天了 我每一天 我有空我都会拿出来给大家讲 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十月台子 法人是偏空操作的 你要去回想当初还没有跌的时候 这十月千嘛 那时候才刚跌 后来跌到这里啊 后来跌到这里啊 你在这里做多 你怎么玩 我为什么你要盯住新台币汇率 因为新台币汇率呢 它代表资金流向嘛 后来新台币是往上创新高 它是不是急速的贬值 那大凡是一切千里往下掉 那你又了解看得懂新台币 你了解法人的筹码动态 你这里十月初你台子就不会偏多嘛 所以你应该要赚钱的嘛 如果没有赚跟着我做 那如果赚赚赚的话呢 怎么办 我们再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是高位队嘛 我们简单带过 我一直谈到万一万一 这叫高档区嘛 这高位离落 一万一千点 天花板 天花板 这高位离杯 画人一定先空 期货选择权 再来杀现货 结果呢 结果是选择权布局完了以后 选择权布局完了以后 开始现货往下跌 对对 然后开始掉下来嘛 这选择权先布空 再来期货 再来现货 这一跌跌多少 那我在电视上我也公开讲嘛 我没有补到这里嘛 我们在这里建议回补了 因为我老实讲 我也没想到后面又跌着这一段 但是至少你这一段你不会赔嘛 那现阶段你要注意什么 期货选择权呢 法人的布局嘛 你要了解它的顺序 你要了解这里法人在做什么 这掉下去你才能规避风险 对不对 那在这一天 10月11号重挫以后呢 我怎么跟大家谈 这是10月11号嘛 这一天就600几点对不对 外资在现货卖300亿啊 吓死人 238几点嘛 可是我在电视上跟你讲只跌了 为什么 因为期货它增加1万口嘛 这代表什么 代表它用现货往下压对不对 往下压跌600多点 大家记不记得600多点 全亚洲台湾跌的最凶 为什么因为卖了300亿嘛 那跌下以后呢 它期货回补了嘛 所以我说这一天它只跌 它是在这里只跌 然后在这个地方整理对不对 这里有压力这里有支撑嘛 到昨天 我说台子期要结算了 10月最后一天你怎么操作 11月全新的布局 你要怎么布局 你要怎么布局 你如果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做 当你了解法人的筹码以后 我每天都有做这些功课给会员 外资的现货期货选择权 包括八大光股航库 这是户盘 有的前四大交易人 目前是偏空的 前四大交易人 它可能包括大户 也可能包括法人 前面最大金额的交易人 这个是一个指标的作用 那这里都做完了 然后再参考 道琼今天是涨或跌 如果道琼涨 你把支撑压力往上提升 道琼跌 你把它往下拉回 那如果筹码它偏空的 反弹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卖的动作 就跟今天一样嘛 那如果说 它是筹码是偏多的 那拉回 你要叫做买进的动作嘛 那如果你完全不了解 这些筹码 你怎么操作 台子我再提醒 它是一个高风险 但是也是高利润的 你今天看对了 做对了 你今天做当冲 你赚多少 如果你跟着我做 两趟78点 我说过呢 我今天就只有两趟 没有第三趟 也没有第四趟 我不会说谎 会员都可以作证 我付法律责任 一万五千六 就是这两趟 时间价位都吻合 对不对 这样赚78点 一万五千六 那然后呢 今天尾盘往下杀 大家很紧张的时候 11月新仓开始了 对不对 我在这里买进 缩盘拉到这个地方 我买进多少 9927 缩盘9972 这一单我流仓 流仓的部分 目前我要赚了45点 当冲我赚了78点 再加上流仓的部分 那一流仓还没有卖 还不能算累累 算进去呢 它就是一百多点 一百多点 一点两百块 你就赚了两万多块 对不对 那今日是今日币嘛 我说最近操作不顺利的 或者你操作方向 错误的 或者十月台子 你没有偏空操作 惨赔的 你怎么缓败为胜 或者呢 可以跟着我做 台子当冲班 招收中 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运达投顾 后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投顾APP 互电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现场 那最近从10月初到现在 10月中旬 那马上10月底要过去了 那11月台子旗新舱 今天开始了 如果10月操作你不顺利的 我希望你11月 你好好的去研究法人筹码 偏多还是偏空 那不然你跟着我做 我带着你做 我带着你做 尤其是台子当冲 我们今日是 今日必 对不对 睡好觉 不要每一天都很紧张 那一口单 我说过最小的单位 一口单我们今天 78点 一口单 保证金 83,300 可以赚多少 15,600 当然我们来讲 我还是跟大家提醒 这个地方操作上 你一定要风险意识 我跟别的老师不一样 我不是一天到晚讲赚 做台子 你做错了你一样会赔 如果你不了解他的筹码的话 我讲过 如果法人筹码偏多 那你逢低买进 那如果法人筹码是偏空的话 像今天一开盘 你就逢高要坐在卖方 对不对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 那你看不懂的话 你怎么操作 你一定要很谨慎 那台子 一点的价值是200块 很多投资人 很会看大盘 比如说 有些做股票的投资人 他会认为明天大盘 他会涨100点 可是大盘涨上去了 你没做台子 你没有赚到钱 大盘涨100点 你的股票 有可能是下跌的 功亏一篑对不对 台子另外有个作用 就是避险的作用 但是当中呢 他就是今日事 今日币 睡好觉嘛 那今天来讲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外资呢 开仓的11月 他卖超55亿 期货呢 他买进4500口 今天 道琼大涨 万华跌2点 所以呢 所以我们在11月台子呢 我讲过今天尾盘 当我们当中两趟 赚了78点 两趟 一口单 赚15600以后呢 在今天尾盘 我买进台子多单 9927 这是1329 对不对 1点29分 我给大家看 9927 这是1点29分 这9927 992526 对不对 2526 到这里26 代表什么 全部都成交嘛 对不对 那尾盘收盘呢 9972嘛 那这一单呢 我们买进的时候 就讲说什么 就讲说流仓嘛 9972 9927 是不是又赚了45点 那今天当中的算70几点嘛 那加一加是100多点 他尾盘急拉 为什么急拉 为什么急拉 因为10月台子结算了嘛 他压低结算完了以后 今天全亚洲都在涨 所以他往上补涨嘛 那你有了解 你可以赚这一段 也可以赚这一段嘛 这是11月台子 流仓这样涨上去 对对 尾盘这样急拉 那多少 那四十五点嘛 今天道琼大气 那四十五大气 所以开高 你去做多 卡到了嘛 尾盘你害怕去做空 又做错了 对不对 我们10月台子两趟当中 赚钱 尾盘 流仓11月 新仓 还是赚嘛 你看到道琼 台币呢 这里上去 大盘是崩掉 这下来 比较安全了嘛 那未来 大盘 台子旗在这里 他会做一个 来回的震动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那股票的部分 我昨天跟大家谈到 这一档中错了股票在低档区 基本面 他在低档 股底对对 技术面 基本面转强 法人买这么多 是在干什么 他今天去多少 今天去三趟 那不管是大盘或个股 都一样嘛 今日是今日必对对 八点五十 九点四十五 十点空离婚 十一点离一 两趟 78点就赚下来了嘛 那尾盘呢 我们11月台子买进 又赚了45点 操作不顺利了 我希望你把电话拨通 台子当充搬 招募中 我带你布局 我带你赚钱 谢谢大家 本屠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客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现在 杀YouTube订阅运空财经台 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一击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 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资 好看我在这儿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投资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民事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 货店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电达投资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开户 再麻烦您提供 实质受益人资料 开户目的及用途 这台湾都麻烦 不 这是国际规范哦 金融机构 必须